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回到波图这边 然后也很高兴疫情趋缓了 我们在大晴天开始 所以终于演讲不用戴口罩了 然后合照也不用戴口罩了 希望可以持续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次 那我的演讲就跟刚才加油的舞台一样 我是没有简报的 我要讲什么完全是大家的决定 大家刚刚可能已经扫了QR Call了 那如果扫不到或者没有办法 扫的话也可以手动输入slido.com slido.com 然后再输入115也是一样 那不管是扫QR Call还是输入slido.com 115进来都会到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那这个聊天室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按赞 所以如果你看到别人提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的话 那你就直接按赞就可以了 这样我才知道说 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有哪些哦 那如果没有人这个提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提早结束 然后就可以进入panel的部分 不过我演讲从来没有提早结束过 所以这次还不会提早结束 那在接下来的大概 应该是50多分钟里面 基本上就是按照大家的按赞 那按赞越多就越先回应 那我也理解说有些朋友也许不那么方便的打字 或者是有文字说明 那随时都可以举手 举手的话就直接按 就是桌上的按钮就可以发言 那举手或者直接按钮发言 如果没有看到你的话 的优先顺序是包括荧幕上面的 所以随时都欢迎直接来对谈 那大概规则就是这样子 大家应该OK吧 大家都已经有扫到了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扫QR Call都变得比较习惯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有另外一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你觉得认为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所谓的 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你有一个使命感 有一件想做的事情 有一个目标想要去达成 然后在那个方向上面 所有旁边需要学的东西 就是学到刚刚好 能够做到那件事情 我决定 特别像说像我14岁的时候 当时我跑去跟我国中的校长 陆维平校长 北深国中 说我现在很想研究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叫Swift Trust 就是为什么在网路上面 大家完全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陌生人 只是看了彼此贴的一些文字或照片 立刻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刚刚那个说的外交 我完全是惦记在Swift Trust这个基础上面 但是网路上的空间 如果没有升级好的话 那本来是很好的朋友 可能一个关键字下 错了马上就封锁了 这个就呼呼往来 所以没有Swift Distrust 那这个都比面对面要来的快很多 那我为了想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就必须要去做一些研究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当时的学员 我们专门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必须要看各种不同的领域的东西 而且自己也写很多的城市 试着去看看到底怎么样子的空间 像Slido这样也是能按赞 所以就很难打脸 都只能打书 但是如果脸书你可以按愤怒 也可以回文 也可以带别人 那就专门打脸 很难打书等等 就是会是各种各种不同的空间的设计 好那当时在国中恒联系的时候 我们不但就是校长或者任何其他人 都没有听说过这样子一个研究的方法 所以他能够帮我的也比较有限 但是我是跟校长说 你可以帮我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可以每天花16小时 研究这个题目 而不是只有下课的那8个小时 因为义务教育嘛 你可以让我就是不要去学校 那我这样子跟他谈的时候 我脑里已经有很多条剧本 我想说他一定会拒绝 所以我就要提出这个方案B 方案C、方案D等等 但是他看了我的研究计划 然后想了两分钟之后 就说好那你明天就不要来我的学校了 那教育那边我就这个帮你挡着 所以我就当时就立刻成为一个 百分之百的自学生 以前是一部分是平安的学校的 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去过停止的教育 所以我要提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校长当时会同意我 很可能也是因为说 他本来期望我可能在学术社群有很贡献 或者是说能够到很好的研究机构 或者是可以写论文等等 那我就证明他看说 因为我还需要等十年的时间 我立刻在我路上面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 purpose跟他班这所学校 他对我的期待的 purpose是相重叠的 那有了这个 purpose之后 我想要学这方面的事情 那不管本来他的学门是什么 好比像说社会学 认识科学 一些互动设计体会等等 语言学等等 他就好像天上不同的星座 那我就没有管束 这颗星星他本来在什么星座 而是说我在天上找一个方向 然后旁边这些星星就我自己搭起来 变成一个自己的星座 因为星座是真的 星座完全是虚幻的 它就是一种把星星变化的一种方式 那所以既然是虚幻的 那我觉得自己找到一个 purpose 都把自己建构出来的这样子的一种 学习的路径 会比任何已经分好的一些学们 第一个是他们记得住 那第二个是说这个学习的动机 就会一直是因为是内上的 不是在外面哪个科目要考几分等等 所以他就会比较容易变成终身的学校 可以跟着我们很久 好 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上千万委员对于目前台湾教育的体制 跟自学要怎样的连接 当然在我中处 也不算中处 在校长保佑之下自助学习 那个时候这还不是一件合法的事情 所以是类似就是 蒙明不服从这样的一种运动 但是在我们那一届的 就是不是那一届 那一年的 那那几个 雅各部教我啊 曾亚尼啊 还有一个下围棋的啊等等 这些都是在校长保佑之下做这些事情之后 慢慢台湾的社会发现说 也如果就是他在国中 就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的话 也许真的我们不需要 到校长保佑之下来帮我们决定小孩子的发展方向 所以后来就有了所谓的实验教育 实验三法的出现 那一直到新课堂通过的时候 就是2019年 那我们的实验教育和教育实验 在以前是好像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那现在因为从实验三法这一边就是你不管几岁 你在实验教育里面 你所享有的权利跟义务 实际上就跟你同年龄的在体制内的学生是完全一样的 之前不是这样吗 之前大家可能知道说 考同的学历要等两年再考啊 等等有很多就是年龄上面的不一致的地方 那因为我们修法把全部都弥平了 所以就变成是你可以很容易的是 在小学阶段也许在家自学 然后到了可能中中年级高年级的时候 又回到学校或者又回到这个机构自学 团体自学等等 大概很容易的切换而无 设计什么权益的丧失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越来越多的在学校里面的课发会 因为新课刚刚都要求他们要开 校定的选修 校定的必修 加深加广等等 所以他们也会到实验教育的这边 去找某些新的学习的方法 或者是来过教育 没有想到可以开的课 好像哲学课啊 甚至电竞课啊 之类之类 那这些大概都是在实验教育 实验的比较会教的 因为以前 在这些教育课堂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这些课 都是在社团 才能够去体验的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 很多实验教育的教材教法 就透过这样子 把普通工号等等的 共同的素养 进入了我们的体制教育 那所以反过来讲 就是体制教育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多了非常多的空间 所以很多学生 他就不一定像我那样子 要完全变成就是 百分之百的时间子助学习 而是他在他的学校 也可以透过子助学习的时间 甚至跨校的休克啊等等 自己去搭建出自己的一套 学习的方式来 所以我觉得还是 在体制内体制外的教师 中间的就是 不同备课 共同观课 教材教法的分享 像蒙德恩慈房啊 这些社群 我觉得都是去连接体制内外 这些的很好的一些做法 有16位朋友们问说 那对于学习历程 有什么想法 我对学习历程 没有太多想法 不过像这位朋友 是要问学习历程 档案系统 有什么想法 那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学习历程 那但是 确实我们在这一次 生理工教课 刚刚去想说 那我们在大学段 是好像看 HRI Application 就是看一个人的作品级的 这个方式 而不完全是 看量化成绩的方式 来进行 就是招生等等 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 那虽然当然 在教育部都已经 之前讲说 其实就是在校 本来的这些活动 它只是一个 比较结构化的方式 去把之前的 比较不结构化的东西 在平常的时间里面 就记录下来 而不是到这会儿 申请大学的时候 才突然之间要做准备 那但是毕竟 因为也没有人知道说 会怎么样子使用这些学习历程 所以有非常多 speculation 就是很多 传测的这些部分 那我自己的相对 大概两个 一个是说 这应该就是一个 转型期 就是过一两年 大家发现说 大学考照 到底是怎么样子 来运用 就是学习历程当中的时候 大概也不会有那么多 就是类似 准备竞赛的这些 因为就发现说 你这个 怎么讲 编辑成本很高 没有什么编辑回收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也觉得 我们平常对于 学习历程的这个看法 可能就不会只是 把它用在 考大学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当时设计 新科高的时候 有一个基本的想法 就是我们会把 大学段的很多东西 像刚讲的 学校课等 放在高中段来处理 那这里面 隐含的一个就是 如果年晚高中 不管是不同 综合或者是 季职的高中 之后基本上就可以 所谓的出生会 就可以有一季之长 就可以认识 你所在的这个环境 那而且也找到自己的 就是感兴趣的题目 然后就 就爱做什么做什么 那但是当然这个 所谓的就是 大学需要人再去的 这个概念 虽然在 好像欧洲是非常 普遍的一件事情 但在台湾 确实是很难退行 这个我也很诚实地讲 那尤其是 大部分的学生 像当时教育部 有一个什么存折 帐什么的计划 就是说你18岁就先去 不管做什么别的事情 但是我帮你成年大学的钱 就不用这个解学贷等等 那但是实际 还报名的人不少 但是最后真的 用到这个计划的人 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那大部分 就是drop out 就是没有用这个计划 我们去问 他们都不是 自己的问题 都是家长反对 那问家长 为什么反对 家长都说 因为邻居就是同年龄的 都去念大学 他很不适应 想来不去念大学 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 其实都讲不出为什么 所以 就是说这就是一个 就是社会有习惯的问题 而不是一个 我们用什么政策 可以改变的事情 不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有转机 就是蛮福利抽薪的一个做法 就是过两年 大家都知道 18岁就成年了 那18岁成年的意思 就是觉得 他如果自己想去做任何事情的话 那家长就只能好生活 其实像国外的电影里面那样子 去劝他这个 要不要念大所大学 但是 你就不能够要求或命令他 因为那个谈判地位 有时候改变 因为谈判地位在以前 就是他如果要做任何事情 他虽然刑法上成年 名法上还没有 都要家长签字 但是18岁以后 他就自己签字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 在两三年之后 可能有改善 就是目前很多 对于学习理想 当然要怎样 在考教上面的焦虑 坦白来讲 不一定是学生这一段 很多是家长给的 那但是当家长的这一部分 学生可以说 可是我是大人 我自己决定 那很多这方面的压力 我觉得也会减轻很多 那我是蛮希望可以看到 就是高中毕业之后 一大半都没有立刻要念大学 我可能没有那么快实现 但是应该慢慢可以实现 我自己是这样子希望的 那有17位朋友们问我是谁 不好意思 刚才没有做个介绍 我叫唐峰 然后是行政院的社会政务委员 那目前负责的业务是 社会创新、开放政府 还有青年参与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15位朋友们问说 学习资源众多 到底要怎么样判断资源 及内容如何选择 这个小小孩才做选择 现在当然是全都要 没意思是那时候 我不觉得 其实选择 学习资源的问题 像这样刚刚讲到的 就是我都是 选择一个 purpose 就是想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 好比想说像 我刚刚讲到 想要大家更认识台湾的美好之类 那有了这个 purpose之后 这个 purpose 就会带到很多 project 就是具体可以做的专案 包含一起来提足球之类的 那每个 project 又会再带到什么呢 带到很多problem 就是利肥要面对的问题 你克服的挑战等等 所以 所谓的PBL 对我来讲就是三个层次 purpose到 project到 problem 那当然实际上面去找资源的 大概都是有具体的问题 就是problem 挑战要克服的时候 但是你怎么知道要找哪些资源呢 那这个就是跟你有重叠的 purpose 就是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使命的人 那这些人 除非你一开始能够讲得清楚 你在做的事情的公共价值 到底是什么 扣合到哪一些永续发展的目标 哪一些共同的想法 那不然的话 其实人家也不知道说 他跟你原来是 就是同一路的人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去选择 purpose 而不是去选择 特定的 project 里面的资源 或者是 就是对峙problem的这些resource 那到底要怎么样选 purpose呢 我也觉得说 就是 多认识的朋友 然后 到某程度 你就会发现说 某些人的某些痛点 那是你比较能够感同身受的 那这个时候 你跟那些人 就很自然的 有共同的 purpose 那如果是 面对面认识人 这个 不太容易的朋友的话 现在通过walk wall 就算这个 你关心的那个 purpose 只有万分之一的人关心 全台湾也是2300人 其实是很多的 在往路上大概 也已经有相应的社群了 那现在透过自动翻译 等等的方式 你也很容易 一个正确的 hashtag 就可以在网络上面 找到指导到 正在做同样子的想法的 同一个方向的朋友 所以 具体的建议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先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然后在里面稍微提升到 可以有共同的目标 有共同的利益的时候 就想一想 人家都是这么描绘他的 描绘这件事情 然后就用 hashtag 的方式 在网络上面 或者用实际的方式 看到类似 purpose的朋友 这样子 他们其实这些人 这些社群 才真正是资源 那他们介绍的 不管是哪些知识性的东西 那个都是 两个人之间 就是一起做一些 事情的借口而已 我是没有看得那么重的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有事情会问说 教委,您的手机密码 是不是真的是 远周率 最络八位数 这个小孩子才用密码 我已经不用密码了 现在都是 这个 这个 生物验尸 或者是刷脸解锁 然后 那 如果就是暂时 就是戴口罩 没有办法 这个取下 有没有办法按键团的话 那也是在荧幕上面 画图形 真的真的真的不行 那还有就是 传箭区验证等等的 这种方式 那所以这叫做 多因素认证 就是有各种各样 认证的方式 但是密码绝对是 被我派在 就是最后面的 事实上 绝大部分的网站 我都不知道我的密码是什么 因为我在申请注册 那个网站的时候 我的浏览器 就是FiveVox 会直接帮我产生一组 完全乱数 而且我自己也不会记得的 那种密码 那然后它是用 一个叫Lockwise 的一个程式 就是直接在我的装置中间 去同步 等于是一个密码管理员 那这样子就可以确保说 就是任何人都拆不上我的密码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的密码是什么 也绝对不可能 在别的网站使用 那我觉得这是 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所以如果有些网站 它还没有办法 运用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多因素 引体认证 确实用给密码管理员 确实可以减少 就是密码重复利用 或者是外写的可能性 而且说不定 它申出来的 真的就是 远周率最后发挥数 说不定是真的 只是因为 我没有看它 申出来的那个 是什么 所以我都能告诉你 是不是远周率最后发挥数 有18类朋友们问说 想要询问 讨论症 有没有什么建议 可以给想要初次 学习程式语言的人 以及对于 在架设网站 HTML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 线上的资源 可以运用 这非常有趣的问题 而且很fractical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 你的朋友正在用什么语言 你就用什么语言 也就是说 不需要去想说 哪一种诚实语言 是最通用的 因为所有的诚实语言 都是Turing Complete 就是它的功能上面 跟任何其他诚实语言 一样好 就是一样完整 不是说一样好用 所以你只要学会 任何一种诚实语言 我具体好比 像说 试算表里面的那个 就是 儲存歌 等于A1加B1的那种语言 因为那个也是一个 很舒适的诚实语言 你把那个学通了 其实你就 几乎所有的诚实语言 都学得会 只是看说 你平常的工作 或者你的学习上面 你最想用 那样子的工作环境 那个工作环境里面 一定存在某些 简单的一些城市 可以让你 本来是重复的事情 或者本来是 在做的时候 觉得自己好像工具 人工具一样的 那种比较容易的事情 然后自动化的可能性 每天帮你省的 就是几秒钟 几分钟 加在一起 就多一些 就是空闲的时间 可以再去更了解 程序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你本来正在用什么 那就继续用 那些 软体里面的 scripting 就是做 自动编码的 这样子一些功能 那如果是要 这样子的网站 HTML 的话 我会建议说 不一定要立刻 就学HTML 你是可以先学 好比像说 CSS Java Spirit 等等 你若是对 程式语言感兴趣的话 那HTML 就是 里面最不像 程式语言的部分 它比较像是一个 就是layout 排版的一个语言 如果你的感兴趣的部分 是写程式的话 甚至也不一定是HTML 你可以学一些更简单的 像说 Markdown 等等这些语言 就是先把这种 基本的排版 让电脑能够看懂 那之后 你要在下面加上一些 行为的时候 那当然在玩页上 主要还是Java Script 所以 我会建议就是 多看一些 Java Script的游戏 然后 它比方说 在Scratch 里面 当然Scratch 有它自己的语言 但也是在HTML 的状况 所以你就上Scratch 找一些 看起来很好玩的游戏 那它的那个程式 甚至不需要一些语法 就好像乐高一样 事实上是 乐高独家赞助的一个 开发环境 然后 就在那个游戏里面 把 它的主角 换成 我自己 或者是改它的配乐 或者是把它中文化 或者是 改一张背景图等等 所以 写程式的第一步 应该都是去 改别人已经写好的程式 而不是 自己从头写一个程式 那这样你慢慢就会 掌握 所有的scripting language 就是 人家已经写好的系统 也是操纵 他的行为的改变 的这样子一种 写程式的方法 那接下来就是 javascript 然后接下来最后 如果你想要就是 比较多了解 关于排版的事情 的话 再去HTML 我觉得是 比较好的一个顺序 希望要回答这个问题 有二十位朋友们问说 在自学的时候 好像是很容易分心 没有办法专注 要怎么样解决分心的问题 以及提升效率 简单讲就是要睡够 那就是如果你睡不够 就很容易分心 就是一定的 这都是文科学的 可以看最近 浩花基本睡眠科学的书 那人如果有睡够 那什么叫有睡够 就是不是被闹中闹醒 才叫做有睡够 就是睡到自然醒 然后那如果你就是 之前到这边闹中闹醒 好一阵子的话 那你要先那个 还睡眠债 所以可能就是要 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都自然醒 那样才真的叫做有睡够 那在有睡够之后 那我可以保证 你不会有分心的问题 先醒来的时候 大概不管看什么 都很容易介入状况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就是要让自己 尽量不要被打断 我自己的做法都是 我的手机是绝对不会 不会想也不会震动 也不会有任何 就是通知讯息上面 有他的通知文字 这些随时都是关掉的 不是只因为我在演讲 也是我平常就是关掉的 那我的同事都知道说 我不是不会看email 不是不会回讯息 但是我只有在 快要整点的时候 或快要半点钟的时候 才会 也就是大概可能 26分到就是30分 或者是56分到00分的 短短的那几分钟的时间 那为什么这样子 不错呢 主要原因就是说 在现在其实讯息 这么泛滥的这个 环境里面 大部分的人的时间 都在等别人 把一行字打完 那虽然这个是 其实是非常非常干扰的 一件事情 而且更不要说 就是这个 帖图啊 表情报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们如果是去 跟着人家的思绪 然后他还没有完成 一个完整的想法 你也还没有提一个 完整的问题 还不能提一个 完整的回应 而是好像就是一面 像一面打字的那个状况的话 那你本来 不管正在做什么 或正在学习什么 立刻就被 就是 完全 我们叫contest switch 就是 脉络切换 到一个完全不想干的脉络去 那也许你在那个新的脉络可以处理得很好 就是被打断的那个状况可以处理得很好 但是当你回来的时候 因为不可能完全释放掉 就是叠加上来的脉络 那所以在脑里的那个工作记忆 本来大家都有大概七个概念 可以同时运作 好像同时有这个七个彩桥 或沙包那样子 那但是你回来的时候 因为你可能有两三个被刚刚那个 扎断用掉了 所以你就只剩四个工作记忆可以用 那你如果正在学习一个 比较困难的事情 结构比较多的话 那你的认知的频快就不足 那又会回到所谓分析的这个状况去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让对方不管要打多少字 反正他半个小时应该也想的差不多了 然后你半个小时再回来 你就把他的即时讯息 当作email那样子看 然后你就想要怎么回应 回应的时候也是一思为一则 那他如果那五分钟就是有空 当然可以跟你很快打个电话 怎么样确认一下 那之后你也要工作了 然后你就再就是切换回应 你把他的脉络里面去 那因为你二十五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也是到该休息一下的时间 所以大脑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脉络 那你如果到二十分钟的时候 二十一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把事情做完了 那也不要就跑去画手机 而是把剩下的三四分钟 拿来确认你刚刚做的工作 那不管是找他的措置 或者是看看有没有什么 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但无论如何 就是一样成一个习惯 就是时间到了 再把脑里的那些工作记忆放下来 然后再让自己放松 那这样子因为很快就会进入一个 就是叫番茄中工作的方法 就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节奏 那这样就不会变成说好像随时被打断 然后就习惯于进入分心的状态 任何人只要在手机上面装超过三种 即时工序满停 每个人都是进入注意力缺损的状态 所以我想就是我们现在都很注重 所谓的身体边界嘛 不管是因为防疫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但是我们在物理的边界 现在大家比较在意 但是时间的边界 常常都很容易让人侵犯 所以我是蛮建议大家 就是把自己的时间的边界 也要像自己的身体边界一样 就是把他严密的放手 那然后就是任何人想要 abuse 你的时间边界 那都要push back 都要告诉他说 不行我这是侵犯到我的番茄中的时间 所以我自己的工作 以上就是在已经十几年了 那或许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才可以像在slido的时候 就看到什么 想到什么就直接回答 因为脑里就不会有别的东西 在那边同时打动我相机的问题 那有三十多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学习历程如果没有做的话 可以上大学吗? 当然可以啊 那如果你没有做学习历程的话 你还是可以用各种其他多元考照的方式 那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大学 也有所谓的在职经修啊 EMBA啊之类啊 所以你也可以考虑说 等到你有一个很明确的题目要做的时候 然后再去engage 那个大学 实际上这个时候你跟教授 就是一个脾气品做的角色 就是他有他的研究方向 但是你有你的事物经验 然后两边加在一起 可以写注意评比较精彩的论文 所以我还是就是推荐大家 就是尽量不要那么快念大学 不过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有20岁的辅助文文说 谭文好 可不可以分享谭文文在青少年 自学阶段的经验跟挫折 我经验其实也是都蛮正向的 但是那是因为我的研究的领域 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不受硬体跟空间限制的领域 不管我是做不同设计 或者是做计算员学 或一些程式等等 那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 凌空间造 就是它没有特定的硬体的限制 任何人知道一台个人电脑 都可以来进行学习和创造 所以它的创造的工具 是非常均匀的分散在大家手上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 本来就有很多人 他没有大学的学籍或者学历 但是他也对我们这个领域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那不管是想发明这个拼字法或者是输入法的前辈 对不对 都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博士乐 而是他实际工作上没有用到 对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我们这个领域本来就有很多很棒的优秀的自学的前辈 所以我作为一个自学生 我从来没有被歧视的这种感觉 那这也要非常感谢前辈们的贡献 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大部分的这种人文的 特别是哲学的思辨的等等这些题目 他还是要在一个 就是大家互相讨论的这个状态里面去进行 所以主要的作者 还是我自己那个时候 1995年的时候 这种即时的讨论 当时并没有什么499网路知道吧 这件事情当时都还在等等等等 就是搏接的那个时候 所以 虽然即时的文字是非常的快 我也可以很容易跟全世界的朋友们打字 但是当我们在讨论某件事情 他需要分享彼此的经验的时候 常常就会发现到文字不太够用 那文字不够用是很挫折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 可以用非语言讯息、表情、手势等等这些 来理解到对方 虽然找不到那个字 但是你大概知道他表现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帮他把 就掉在地上的字捡起来这样 那但是如果是就是透过 花旗网路当时频宽不足的情况 真的只能打字的话 那人家说 外人难以想象的笔电无法形容 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他无法形容 可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没有任何别的非语言讯息在帮助你 所以 当我在处理就是比较像哲学等等这些题目的时候 那在当时我还是会到课堂上 就是到附近的大学 然后直接看他的课表 然后哪些研究室的题目 我非常感兴趣 那我就直接去乱入 那但是教授通常也对我很好 因为我是蛮facilitative 就是我会帮助整个课堂的运行 而且我也不是来要个学位的 那所以他也会发现说我是真的因为兴趣 跟我的研究的想法来这边 所以当时也有不少教授愿意说 留一些时间给我 甚至像兰婷教授他每个礼拜还专门留时间 给我是所有的office hour 然后我就带什么书去 那他就看或他会最在看什么书 那就跟我分享 然后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那很多我对于哲学的这些期望 就是在这种实体的对话里面发生的 那等到我比较掌握了这种思想之后 那我就知道怎么样用语言跟文字形容 那我再到线上 去用我掌握到这些概念 然后再去线上去跟大家互相切磋 所以我觉得实体还是在我那个年代 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当然到今天 因为贫团真的都已经相当充足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编辑成本 反正四九就知道吧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也发现说 我刚刚讲到这种即时的互动对话等等 特别是疫情的这两年 很多人发现在线上 其实比在实体还要容易 因为实体要戴口罩 那线上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刚刚讲说 透过表情来表达讯息 反而是线上 就是比较能够表达 肺炎的讯息 那这个是新的一个状况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1995、1996年 当时是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好 那有26个朋友们问说 可不可以不要一直乱喘 那这边当然讲的是说 在slido的那个最新留言那边 它是可以自己聊天聊起来的 那如果那个是正常能量释放 这个我想大家不用特别放在心上 而且 就是有时候看直播很少也会有弹幕 弹幕就是看直播的观众自己来聊天 那是跟那个直播处是没有关系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弹幕就可以了 我觉得不需要特别放在心上 那因为我们这个投影是指示秀出 就是大家投票最高的这些题目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即时留言的部分 不要不要特别在意 那但是很谢谢这位朋友 有认识的朋友们问说 那请问您对所谓的原语者的什么看法 那这个真的是最新的明年的筹词 那今年可能是数位转型 却宇可能是区块链之类的 那反正就是不管什么计划 前面加一个法语词 看起来就很厉害 那但是 对但是就是发语词实上是没有语意的 另外最后的意思是说 明年的这个草词 原宇宙我对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因为我从很小就看Snow Crash 就是那本小说 原宇宙出来的那本小说 所以对我来讲 那就是非常习松平常的事情 它讲的就是共享的现实 share reality 所谓的现实就是你头转开 它在那边的东西就是现实 不然照你的想像 那所以当你在回来的时候 那些人物那些东西还在哪里 那当然我们在现代 讲Metaverse的时候 有另外一层的意义 就是它可以突破世界空间限制 把大家带到当场来 就做一个co-process 共同在场 具体来讲 像现在很多椅子都还是空的 那理论上按照Metaverse的想法 我可以稍微按一下我的眼睛 然后就切换到所谓的阴阳炎的这个模式 所以在场的各位活人我都看得到 但是在线上的这个 好吧也是活人 我也看得到的这个状况 那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特别去解释 关于Metaverse的这个概念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在 在网机网路上面的互动 或者在线上游戏的互动 就已经是一个学Reality 要是一个工想的现实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词又突然之间 比较红 我觉得后面有个原因 就是大家在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疫情期间 大家就是在国外 我们这边其实真的没有封城 都关在家里 完全不能出门等等 那他们开始体验到说 那我的工作或者我的教学等等 可能透过这些本来可能根本不是 用来设计做这些事情的平台 也做得不错 那我们如果专门设计一个 让我们的工作 就可以在这边完成的互动的平台的话 那是不是就不用了 一定要回去上班了等等 所以这个在国外是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是因为他们在疫情期间 参照所谓转型 然后发现说现有的工具 好像就那么六七成 所以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预期是我们直接回到 实体的见面的状况 我们不如就是多写一点城市 的话剩下这两三成补上 会不会就比较好 那我们在台湾是相对比较难想象的 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个就是 参照所谓转型的那一段时间 除了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可能有一个多月 两个月的时间是这样之外 那但是其他我们的工作啊 和上班啊什么 并没有受那么大的影响 所以当我们在想share reality的时候 我们在想的反而是说 我们的实体聚会 怎么样线上关心的朋友也可以进来 像现在我知道Facebook有直播 我说领导那边也有这个赞 什么弹幕也有什么 就是正常能量释放 那也就是说 我们是想的都是怎么样 加上我们实体的互动 让实体的互动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人 能够带很多的人进来 而不是用来完全取代掉实体的互动 然后让实体的规则破坏掉等等 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健康的了 就是不管是精神健康 心理健康的讲法 或者是我们在数学转型的过程里面 不要拉掉任何人 不要让大家就好像被迫参照 转型的讲法 我都觉得说 台湾的这样子的取向是稍微比较好的 那而且我也想说 那这个是比较像所谓的Multiverse 就是多元宇宙 就是不是好像单一的人 就是Mark Zuckerberg 这个设定了他自己的规则 然后他必须要按照他的规则来来跑 那更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自己的互动上面 觉得你可以多引进一些 往路的部分 那就引进一些 但是这个引进的方式 是所有就是在场的 或者策划 或者策展的朋友 一起讨论 一起安排的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就是到底大家怎么样 自己去安排这样子一种互动的规则 而且可以分享这个互动的规则 倒背的空间里面 就像刚刚讲的 他自己想要见过网站的那个听众 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设定规则 那就不是网进网路了 也不是学回大问题了 那就回到一个 就是越来越孤单的 可能不是多元宇宙 可能单元宇宙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大概都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一直掌握得出 所有加进来的这些 所谓的vendaverse 的东西 是让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变得更容易 而不是排除了某些不适应 某些各界的规则的人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有个学生会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阻止学校的老师 滥用番茄中的乱想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学校的老师 他的番茄中 都是在相对时间使用 这个一趟四十分钟 那他是播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分成不同的段落等等的话 那我觉得这不算是buse 不算是烂用 还是番茄中的正确使用的方法 那如果你有很具体的觉得说 他怎么样的使用是烂用 好像说他都播不是二十几分钟 还是二十几秒钟的话 那可能你要就稍微说明一下 所有的烂用到底是什么状况 然后再照旁边这二十八分 再把它按赞堆上来一次 我才不想能够给出具体的建议 不然的话我想说 因为本来在学校里面 一堂课本来就是一个 类似番茄中的一个时间检构 所以他自己要分成 好比像说前面的一半是 大家互相讨论 后面的一半是分组实作 等等的这种单元 我觉得这都属于正常的教师 实力结构经营的一部分 可能比较不像是烂用 所以可能我需要比较具体的说明 还是如果有人愿意按麦克风 然后直接讲的话 当然不需要是开始提问的那个人 因为我们知道是匿名的 如果有人可以直接讲的话 那我也很愿意这个 直接听听看所谓 烂用番茄中的中文 一次 两次 没有好吧 那我们就正好一下 有28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英文一直备单字有用吗 那请问唐委员对于读英文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你要看你学英文是想要做什么 如果你是学英文想要单字测验 好一百分 那你备单字当然有用啊 但是我学英文从来都不是为了这个 我英文是很晚才学的 我大概十三四岁才真的开始学英文 那英文是我的大概第四个 第五个学的语言 所以我对我来讲 我没有特别对英文有什么 就是native speaking environment 就是没有什么一群人 然后我总想就一起讲英文 没有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讲完全是工具性的 就是我为了要学程式 我就是要去学里面的这些英文的关键字 我为了当时要玩一个很有趣的卡比诺行教魔法风云会 那我就必须要去背魔法风云会的那些指牌的那些单字 那些单字都特别刁针 因为他们其实指牌的功能都差不多嘛 但是他不断要就是让你讨钱买新的指牌 所以他那个名字要一直改 所以光是一个什么contact spell 它就可以出现很多不同的字啊 什么dissipate abayance annulation 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其实好像都是研究所登记的字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就想打开 所以就只好把它背下来哦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想法都是所有的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就是我们要透过它来掌握什么别的知识 或者是来加入什么别的社群 而不是说它as a foreign language 把它当作一门外文的科目来研究 然后一定要写到这个文法一百分 单字一百分都不能评错字 事实上native speaker 一天到晚再评错字 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语言当作 三个语言 就是所谓的 foreign language 去那边就是对台词的科目 那他们大概就是 像我大部分都是在IRC 就是在聊天频道上面 那就是有大量的就是名音啊缩写字啊 就是完全没有人在管文法啊 那但是就是词可以打一就好了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我就阳琴就是这样写英文大字 就是可以随便跟人乱聊的这样子一种习惯的 因为我一开始那个context 就是一个非常informal的context 就是你不管评词有什么问题 不管你的文法有什么问题 绝对不可能纠正你的这样子的脉络 所以如果你要把英文当作就是所谓的第二语言 去掌握什么别的题目的话 我会建议到这样子一种就是比较低张力 低压力的这样一种好玩的这样子一种社区 没有人会来批干你的文法或者单字 或者是拼字的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下子就学会了 而且你会很自信觉得说你敢讲感谢 而不是像大部分要考一百分的可能只是 看的部分跟听的部分比较强而已 它可以比较均衡的发展 先回回到这个问题 有25位的朋友们想要问说 像这位探索委员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一套的读书方法 但是在现今网络咨询非常发达 如何从咨询爆炸的时代上面 挑选最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 不过这个牵涉到你的学习的方式 跟多元智能里面你的偏好智能 所以这个并没有完全放出死海而解除的答案 很可能就是你自己要试过各种不同的方法之后 虽然有几种你觉得是比较好的 像我自己如果没有全文检索的话 我现在是看不下书的 所以出版社要送我书 我都说我只能点字数 那如果他只有只能书的话 我还得想让他扫描 然后就是怕OCR把他变回了点字数 那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我现在看书都非常不求神结 就是可以可能睡前就两三秒一夜 就快速的翻过去 那我脑里面其实存着的 就只有这些关键词 跟他的关键词的网络 就是他的语意大概是怎么样存在一起 可是我完全不记得 作者到底具体的用了哪些字 来描述这件事情 他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全文检索 他是可以把我最近看过的所有书 都做全文检索 所以我只要用一个关键词 我可以把这些书里面提到像那种概念的地方 拼在一起 就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不管这颗星星是本来哪个星座的 反正我就随便跳个方向 旁边几个加在一起 就是哪个星座了 那像我们在既往路 社群往路上面用hashtag 也是这样子 你不是看某一个账号 把那个人的著作全部读完 而是说你是看某一个主题标签 然后所有正在谈这件事情的人 加在一起 变成好像一本书一样去吸收 去了解 所以对我来讲 当我心怀脑里 就只剩一对关键字标签运的时候 有全文检索 我就可以随时回到 那一个作者来描述这件事情的那个段落 所以乍看之下 好像过目不忘一样 但是并没有过目不忘 那事实上就是全文检索的一个效果而已 所以我是把就是 non-essential memory 就是我跟了解他的作者的主要的世界观 无关的那些字 我都不是记在自己的脑里 我是等于是把它记在外面的 就是我自己的笔电 或者是我的iPad里面 那当然不需要往前往路的连线 因为那个可能有往路连线 比较慢等等的问题 所以大概就是说 往前往路是最外面那一层 那这个电脑里面的全文检索 就是介于往前往路跟文字的脑底中间 那大概都可以通过关键字来穿远起来 所以我自己现在的读书方法 已经没有一本一本书的这种感觉了 就是全部都是关键字的集合 那不一定就是适合每个人 但是既然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读书方法 我就先分享我的 有二三位朋友们问 你认为的数位转型和心是什么 以及自学的观念性 数位转型的核心当然是数位 那数位是什么 数位就是好几位的意思 那就是数位正位就是好几个正位 数十位、数百位、数千位都是数位 而且数字越大就越数位 所以旁边的意思是说 本来数位科技它就是为了要突破 十个人空间的限制 所以数位转型的意思也就是说 同时本来只有好比像一个人可以讲话 但是因为我们有引入像斯莱特这样的数位科技 所以事实上同时就六十一个问题 而且可能在场就是一百个人都可以同时打字 那等于同时投票 然后同时就是在那边刷弹幕之类的都可以 所以就是说这个数位空间它 让数十位数百位朋友一起都变成好像共同演讲者 一起来设定这个演讲的agenda 就是它的议程 那如果所有人都能够一起设议议程的话 那我们不管要转型转到哪个方向 只要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价值 那就不会只有特定的几个人才能够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或者是新的可能性 而是每一个人想到一个新的可能性的时候 它可以很容易的横向的扩散 所以当我们的数位转型 不管是要转到哪里去的 那一个共同的目标 好比像说去年的时候是75%的人 都要买老口罩戴上口罩 今年五月的时候是75%的人都必须要做 就是连治医疗怎么能够快速精准 到现在是75%的人都要至少打一剂疫苗 好像今天就完成了 反正就是说这不是我们做的数位科技的人 来设定的目标 我刚讲的这些75%都是公共卫生的专家来设定的 但是我们数位就可以帮两个忙 一个是说透过每天下午2点的待状公共卫生教育节目 那大家到最后看那些图卡或是可爱的总裁 到最后对于为什么我刚讲的那些75%很重要 每个人都已经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等于是说我们不会用比较top down 比较威犬式的方式 好像硬要大家遵守一些事情 但是却不解释他后面的理由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每天下午2点 就是指挥官都是被问到爆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比较没有国外的所谓的lock down fatigue 就是大家指起来不指起所有人来的做一堆事情 到最后就觉得很疲倦 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大家都可以就是自己发明 就是让自己更戴得上口罩 一些做法 不管是粉红色的彩红色的包纹的 反正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创新的这个空间 那就是所有的社会创新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透过一些数学的技术 让每一个共同的价值 都让大家比较容易知道它被我的这个理由 然后又让大家每次发明出什么新的东西 好像说绝对用智力写实验是很烦的 那就在G0B临时政府这个频道上面 两位诚信网友突然间就发明说 你可以创新去很方便 那这就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 那我也只是一个人而已 但数位整位就是数十位数百位 事实上G0B也有上万的整位 都在那边就是同时想我们的数位服务 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 所以当他们在小规模 甚至是发现这个真的是比较舒服力的时候 那我们在隔天就立刻试作出来 在隔天我们就直接对全国发表 那就三天之内就上线了 所以这个的核心就是大家往共同目标 更容易理解之后 创新更容易扩散 我觉得这两个是数位最能够帮忙的地方 那这两个都是所谓的plurality 就是一下子有非常多人数十位数百位 那这个跟字学有什么关联性呢?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跟字学都有蛮大的关联性 一方面是说 因为我们都是透过开放的方式 来分享这些公共卫生啊 这些知识这些资源等等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更精细的知道 为什么这个R只是这样子计算等等 那在线上市场非常多的资源 你可以试算有很多模型等等 所以我之前完全没有任何公卫的训练 但是我就是完全看线上的这些免费资源 我到最后也都可以看着同志他们公卫的一些paper 所以这个对字学者是非常棒的 因为全世界都正在关注这个题目 那这些关注题目的人都很愿意发表他们最新的进度 那每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 可能都只有两三个月的差距 所以所有想去学习到的 我们看到我们两个月后会怎么样 我们就看哪个国家哪个月前在我们现在的位置等等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的学习的资源就来自于全世界碰到类似状况的人 而不是只有特定的学术机构 或者是特定的出版社 那这个对于自学者他能够碰到的资源 以及刚刚讲到人脉网路来讲 就是非常大的贡献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学习机用的速度非常快 就是你自学然后看了这些paper 或者是看了这些系统之后 忽然之间就发明一个扣上地图 解决神志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你立刻就 可以拯救那么多人嘛 事实上就立刻可以看到你的 创作的社会的正面的影响力 那别的不说好比像说 我们之前在就是去年嘛 《约业时报》上面 就是阿迪他们有点一个广告 Taiwan Can Help 的那个广告 他们家里的网站 Taiwan Can Help That Us 那里面就是一大堆YouTuber 各国的YouTuber 然后我们所给的这些书 陈素材这些的数据 还有我们的国家级这个 网红教师陈建仁和副总统 去教大家公公为什么的那些影片 然后一下子就 让台湾能见度变得非常高 那任何时候你只要写一则 对我你就直接出现在 那个非常多人看的网站上面 任何时候你在肩膀会议痛上面说 我这个过去两个礼拜 我省着没有去领口罩 我现在把我这个配额 愿意贡献给全世界 就是需要口罩的其他朋友 那我们靠这样子的群众 穆口罩的方法 也有大概700多万嘛 一片口罩 那里面大概一半的人 愿意把他的名字公开出来 另外一半则是匿名做善事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就让很多 比如在台湾的移工朋友 在台湾的外博人 也可以回去跟他们说 这个是加拿大的原住民的这些口罩里面 有我送的欺骗 十五片等等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 就是作为自学者 他们一步想到的这些新的做法 我刚刚讲的这些创新没有 一个是我想的 都是就是非常在推特上面的网友 所以他立刻就跟我说 应该要有这种群众 穆口罩就说 好了好了 那下个人就把事做出来 那所以这个时候他想到这个做法 他的创新 立刻对于外交 就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他之后再去结合 就是包含加拿油等等这些社群 那他就等于有一个portfolio 有一个作品 即可以很容易的交到更多的朋友 所以就是免费的自由的资源 变得更多更方便之外 你的创作变成大家共创的素材 然后实际有正向的社会 跟环境的影响力也变得更容易了 好 那我们是到了4点10分 对不对 4点20 所以我们还有10分钟 好 有32个朋友趁热告白 是不是 那非常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30个朋友问的时候 如果有一所实验学校 想要利用网络科技的力量 来打造学生的探究学习 可以设计自己的课表 和安排时间 我如果是这所学校的领导人的话 在我的想象当中 这所学校的蓝图会是怎么样子 我想 《网络网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一所实验学校 所以它的蓝图应该就是 《网络网路》最基本的这些写定 TCPIP什么之类的 也就是说 对我来讲 我并不是觉得说 一定要发得出学位的在实验学校 我觉得任何地方 它只要能够持续的 让你回到那个地方 还觉得说 当时跟我一起学习 一起创造的人还在 而且他们还不断的在一起 学习一起创造 那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学校 不管它是虚拟的 还是实体的地方 那《网络网路》的实验性 它是奠基在一个叫 end-to-end innovation 就是你想出一套在网路上 新的做事情的方法 不管是Bitcoin 还是Bitcoin 还是什么以太坊 那在实验上 只要有 像刚刚讲 万分之一嘛 在全开玩笑 那么两千人 愿意加入你这个网络 或者甚至只有另外两个人 愿意加入你的网络 那《网络网路》里面 任何其他人 都只能帮你们传资料 而不能够 说你们不可以来 使这样子一种新的东西 所以《网络网路》本身 就是一个不断的 有很多病情的实验 正在发生的这样子一个地方 那所以大家 大概在网络上面 现在所有这些新的 我们就要协定 新的PotoCo 都是用公开的 那种版权问题的方式 就好像说 我们的立法院 所产生出来的法律 或者是大法官的事件 怎么样 你绝对不会说 你就是看 竟然还要付授权费 才能够看 他们的法规命令 不可能的事情 那或者是说 你也不需要说 在引用它的时候 还要先 先考取什么证照 才能够引用 有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网络网路》本身 它的协定的组成 不管是我们的 所谓Internet Society 这些都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它实际上是 充满实验性质的 类似共学团体 但是又制定 网络上面的规则 包含科索 到底能不能有自己的网语 等等 这些都是透过这种 共学团体 一起探究 一起制定出来 包含 Amazon到底是 一家公司的网语 还是一个树林 一个森林的网语 等等 这些都是实际上 随时都在发生的 这些协定的实验者 这样的一个常语 所以我想象中的 学校的蓝图 大概就是 长得像Internet Society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 can 等等这些 我们犯程网络治理 的社区的样子 那这也是我 14岁中车之后的 等于是第一个 真正意义上 我加入的学校 所以我到现在 就是随时觉得 那我目前碰到的状况 我可能 之间的所缺不足以处理了 那我还是会回到 刚刚讲的这个 忘记网络 网络治理的社区 去看出 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有没有释出一些 新的投票方法 新的治理方法 新的讨论方法 我们可以也放在 我们实体的世界 来一共看看 我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新的朋友们问说 请问委员 对于最近成立的 台湾国际音频台 台湾Plus 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就是可以确保 我们在对外国人 在介绍我们 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用一种 他们比较愿意 分享的方式来做 因为在此之前 很多的节目 或者是很多 我们政府拍的一些 短片 什么之类的 它其实都是有一个 agenda 就是想要 好比像说 像刚刚分享 日本人的观光区 它也当然是想要 你去日本旅游之类 那这并没有不好 它是有它的目的性 但是我觉得 现在在我们上面 大家需要的 很多是一些素材 就是它有它自己的目的 它需要比较 只是像 有点像说 你要做一个简报 然后你就会去 Pixar Bay 或者是Shadowstock 或者是Flickr 或者什么地方 你会去找一段 短片 或者是去找一个照片 然后来让你的简报 你想要传达 这个概念更容易 但是以前在台湾 我们比较少在 这种所谓的 commos 就是共用的 隐蔭素材 在这上面下功夫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你在外国媒体上面 就是看到 关于台湾的事情的 图片 或者短音音 永远就是那么几张 就是一个夜市上面 挂了一堆灯笼的 我至少在 20个不同的外媒上面 填到台湾的时候 填到那张图片 这个家应该很有感 就是说我们这个diversity 我们明明有非常非常多的 很好的 但是它是 让它被锁在 这个完全素的反应 b9里面 要么就是说 它是有的 国家文化记忆库 很多 但是它完全是全中文的 所以你如果不用中文的话 那其实你Google反应 根本看不懂 要怎么样去用 这些素材等等 那Complastation 有一个窗口 它把之前的文化记忆库 文化部做的 中央社做的 部工做的 等等的这些素材 以及他们 及时去做的这些 报道采访 都用就是网络上面的 网络原生片 比较容易分享的 短片段 音音啊 梗图等等的这种形式 让大家可以很容易的 在谈到台湾的时候 有很多素材可以用 但是它没有硬到你去干嘛 所以那一个网红 或者那一个 网络上面的 学习者 传播者 他自己还是可以做 只是说他现在素材里面 就会出现很多 台湾真的 及时的当下的这些素材 而不是就是永远都是 手绘的珍珠奶茶 我对这些是非常赞成的 但是至少也有一些就是变化 不是总是那一两张图 那这个在台湾Plus的贡献之下 我觉得未来 就是大家提到台湾的时候 就会有比较很整的 也比较丰富的一些 也比较丰富的素材 可以使用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有43位朋友们问说 今天谈控委员 会不会使用 子弹笔记 Notion Evernote之类的辅助工具 去管理日常 繁琐的工作 灵感的想法 或者是资料的搜集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法 我用的是很朴素 就是我 既我的工作的都是 OmniFocus 这个用了非常久了 然后 如果是随时想到什么笔记 要key下来 就是IA Writer 这个用的非常久 然后 做简包的话 大概都是GoodNotes 那 其实就这三个 其实 其他也很少去使用 HackAid 我会用一些 那我自己在行政院里面 当然是自己 当时五年前 就加了SandStorm 那SandStorm 里面就有大家 比较常见的 工程师 比较工逼啊 甚至一起订便当啊 等等这些系统 不过那个就跟 大家最常用的Google Apps 是非常像的 所以我也不特别介绍 我觉得就是 概念上面对我来讲 就是越容易全文解锁越好 我刚刚讲到这些 都是全文解锁 还能快速简 就可以很容易的 把一个想法成一个地方 丢到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我不会觉得 我一定要把我的思路 一定要用什么新制图 或者是大纲 或者什么东西 把它organize 起来 我不是很相信 我偶尔是觉得 就是随便想到什么 学到什么 随时把它记下来 最后就发表出去 那输到用识 就随便找 反正只要有正确的hashtag 那个全文解锁 关键词大概放在哪里 那随时 再把它串回来 那就是一篇简报 或者又是一篇文章 那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做 还有三分钟 有46位朋友们问说 金融委员目前 对于台湾政府主导的 数位转型进程 如何做评价呢 在关联个人数据 跟隐私方面 是要怎么样做平衡 以及个人对于未来政府 政府的数位转型 对民生这个部分的展望 是怎么样 严格来讲是三个问题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其实我今天上午 才跟欧盟的几个朋友 来聊到这个问题 他们是欧洲议会 第一次来台湾 他们就问说 因为他们也有看到 我们扫检讯设验词 他们也了解到 中共那边有健康码 然后就很自然的 就开始问说 因为健康码是先设计出来的 先去设验词是后面的 所以你们在设计的时候 有没有参考人家的 之类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然后就说 有啊 我们又去看健康码 就是把这要集中的各种方法 然后就是列出它的所有的特性 然后呢 我们就是检讯设验词 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每个都要勾手 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 就是人家做什么 我们就不做什么 但是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设计成就是 它甚至根本不会串到疾管树 就是完全只是放在五大电信 就是医疗人员需要 再把它调起来等等 就是因为说 我们有看到 凡事资料集中在疫情前 没有集中的这些地方 那大家就会很容易的觉得 有各种风险 那一旦觉得有各种风险 那大概就不会那么自愿的 愿意扫 就是扫码 那然后如果没有允设一个习惯的话 那到最后 那大家都回到资本 或许就根本就算了 那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正向达到 就是那个七成路的 医药的case 都能够找到它的失联的轨迹 就变成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设计说 那QRCO里面有一行字嘛 就是仅限医疗使用 大家在扫的时候 应该都会看到 当时加进去的行字 那这个就变成我们的一个 就是特定的使用目的的Promise 所以绝对没有什么 收起来为来做分析做研究 都没有28天 没有人看到 就删掉 删掉就是真的 就是永远删掉了 那任何人都可以到 sms.1922这个网站 sms.1922去搜尋TW 去看到说 包含还有台北同在内的 5加1大电信 5加1大电信 加台北同 已经有24亿笔了 前一天有删除了1600万币 那我们在里面的医疗人员 只看了其中的1100万币 然后你只要数据的时候 你会看到最近28天 到底哪些医疗人员 真的有看 就是它是哪一个县市的 卫生局的编号 几号的医疗人员 在哪一天看的 就好像你的健康准则里面 会记住哪个钥匙 哪个医师 给医师的处方等等 那这个是说的 mutual accountability 就是往彼此给出交代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之前也有这个法官 张英森法官 说他说搜索票 说这个刑警 竟然用通讯检查法 看到这些实物码的乱码 但是他不知道是对应到什么地方 所以要法官告诉他 看搜索票 那他当然没有看 而且还写了一个投诉 那我们也立刻就说 那这个通讯保障 它是对任何人的通讯 但是你拨到你的电信里面 这些简讯 不是任何人的通讯 所以我们的通讯检查 这些刑警 绝对不能够来拿 给1922的资料等等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平衡是 绝对是一开始说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只做这件事情 我们不会事后说 那我们就是要研究 就是要调查 就是要犯罪 也不是说像 新加坡说 只要是重大刑案就可以用 或者在韩国的情况 是疫苗的人 反过来要跟刑警要资料 那我们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data altruism 就是对于公共利益 而所有的资料搜集 那一开始说是怎么做 那未来就是持续是这样子做 那不会因为今天 我是技术研讨会 所以我就不进入这个技术的细节了 那很感谢大家问题 谢谢 我先开放给各位 呃 现场的观众 就是你其实可以 按一下你前面 你举个手 按一下你前面的麦克风器 就可以直接提问 那 我们应该有 25分钟到5点前结束 这样子 那请 那个主持人啊 我有那个三个问题 想要问一下委员 就是说 第一个问题是说 那个学习的时候 有一些基本观念 非常的难 要花很多时间 例如说物理啊 或者是计算机开分 那委员在学习的时候 他是如何做快速突破 因为有的观念 光是要突破了解 那个科目在教什么 可能就要花很多很多力气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你在委员在学习的时候 他的基础 是不是像学校教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打起 例如说你要学物理前 你要先有数学的知识 你要学化学前 你要先有物理的知识 你是不是用一种 打地基的方式在一步 不见其你学习的整个体系 那第三个问题是说 你教跟你学习讨论的那个朋友 可以引导你去抓你的困惑的那些问题的朋友 是从哪里交到的 从哪里去遇到那些前辈们 这样子 谢谢 谢谢 非常好的问题 我觉得最主要的 像刚刚讲到的 还是Purpose 就是我到底学习想来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也好比像说 像我最近比较关心的事情 是关于疫苗分布 大家可能知道 那我们就是用一个 所谓Preferential Market 一个Social Preference Market 一个方式 让大家把自己 比较愿意打 比较不愿意打的 疫苗的资讯 不是在自己的脑里而已 而是可以让所有的 现实上知道 然后刺激他们 把量能开出来 等等 那总之这些 大概都是 比较像是 行为经济学 跟博弈论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并不是 抽象的想要学 行为经济学 博弈论 所以去学 我是因为有这个很明确的目的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用的资料 打了这些关键字出去的时候 那我就会看到 好比像说 有个叫Core Econ Core E 他们最近有个新的教科书 叫ESPP 就是Economy Society and Public Policy 它是专门写给行政官员看的 经济学 而且它把经济学里面 抽象的技术性 全部丢掉 它就只关于说 你要不要蒸汉水 这种非常实际的题目 然后去讲 在里面的就是 新闻经济学 跟它的博弈论 所以我觉得现在 就是这种 所谓Community of Practice 就是一起做某件事情的人 现在是非常多 资源在现场也非常多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 找到正确的关键字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 当然里面如果某些 特别的单字 我看不懂 等等 那我就再拿这个去找 同样的就是靠全文检授 所以完全没有说 我要先学什么 再学什么 是反过来 我要用什么 然后再去学 刚好用到东西 它的线飞值是如果需要 我再退一步 再退一步 但是这个确实是需要 有比较完整的注意力 才能够这样子反过来学 不然的话 你到中间一半 就要逛为几百科 就不知道逛到哪里去了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很明确的 Purpose的应用在那边 我觉得还是蛮需要的 那至于说 怎么样子碰到的这些社区 其实这些开放的资源 它后面一定都有作者 而且那个作者 随时你写一封E-mail 他就真的都很愿意回答一个问题 或同时 要这个交开术 进行现场学习的这些社群 也都有自己的聊天频道 等等就直接乱入就好了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 不要有那种面子问题 不要觉得说好像 你刚进去的时候 就一定要什么都懂 什么都会 就保持一个初心者的这样一个态度 反正各种网路 也没有之后 我是唐鳳啊 可以取另外一个 nickname 就说大家都可以 愿意把我当初学者 这样子来教会我 希望有没有问题 就是目前呢 就是您说的是数位转型的部分 就是我们 就是可以透过 网际网路啊 还有数位来找到 疫情购买 一样有 就是 purpose 的人 然后去做一件事情 可是 就是目前 就是在 Facebook 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说 Facebook 最近 有发生很多事情 不管是就是 就是 那个马克吐克普 他想要推那个 Meta 还是就是之前 他们的员工出现 就是说 爆料说 Facebook 其实有更改演算法 然后 去 让那个 fake news 在上面非常流窜 这样子 因为就是 目前就是 了解这些资讯之后 然后就觉得说 Facebook 其实现在有点 就是 盈利倒向大于 就是他们 应该要负得 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好像在数位上 如果要进行串流的话 其实就会 有更多的风险 所以我想要 就是学会一下 委员的那个 想法 我们不要逼着说 好像我们的民主的讨论 一定只能在 这种地方讨论 我们也可以用 我们自己的 中文平台 PTT 等等这些地方 那等于是说 有选择的 而且这些比较 清社会的这些选择 它也是社交媒体 但是它比较容易 实际造成 政策的改变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不要愿意 到这些地方 来实际讨论政策 而不是说 我们要做一个 像孤立图书馆 这样子的地方 这些集会 或者是这些 关于政策的讨论 演讲 海特公园 那种就是 都是Public Infrastructure 公共设施 那如果在数位的 时代里面 我们政府 或者大学 没有像我们 投资PTT 那样子的 投资这种 在数位时代的 公共建设的话 那就会变成 大家都得跑到 像Facebook那种 就是充满大家 一直在抽烟的 音乐放得很大声的 有保镖 所以说 有请你出去的 一直买你酒喝的 那些地方 去做混混的讨论 那我不是反对 就是Mentertainment sector 我觉得休闲娱乐 也是很有价值 但是不是说 在那个地方 去进行混混讨论 那就是 首先我想要请问 就是两位来宾 就是三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是 就是因为像你们 在刚刚的分享中 都有自己着重的一些领域 那我想知道 你们是怎样探索出 这个领域 是适合自己发展 还有这样的成就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像刚刚有提到说 关于确定目标 去做自学的部分 那在这个 在确定目标后 去选择去学什么的过程中 你们是怎么去做 评估的跟选择 那第三个部分 是我也很好奇说 是不是在之前的自学过程中 你们有选择某些领域 但是可能 有可能 没有学程 但半途而被的一些例子 就是也想听听看 和分享 因为这样一开始 就能一个 就是擅长的世界巡航 你享受的 会赚钱的人抬出来 那其实我没有什么 可以加上去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 我的特色 很可能就是 对时间建构 特别执着 就是 我不会很容易的 浪费别人的时间 或让别人浪费我的时间 大家可能有没有 稍微感觉到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任何时候 我只要一觉得 我在勉强自己 或者我在勉强别人 那我一下子 就会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变成说 那一定有某种 我们两个都更省时间的方式 但是还是可以让学校 做的事情去做完 那就是不断的 relentlessly的 就是不停下来 不断的一直 用这样子的想法来做 那我觉得 刚刚的ikigaya 那四个部分 就很容易合在一起 因为你不会 浪费时间去做 那些也浪费别人时间的事情 而是把大部分的事 力气挖在 怎么样子去省去 多方的时间 以及降低 各方的风险 那当风险降低到 一个程度 其实就没有衡量 我选择的必要了 你就反而进入一个 随心所欲 不宇居的状况 对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反正不会造成别人的负担 也不会造成你自己的负担 那所以就是一天醒来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那我觉得 那样子才真的 能够变成很创新的来源 不然的话 一大部分都还是在想说 那你昨天怎么样做 那大家肯定呢 所以我被肯定的部分 我是不是要留下来呢 我如是一些信念东西 我有风险了 但是那都是因为 一开始的 自己或别人的负担 没有降到接近于零的关系 我希望能够到这个问题 我想要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给那个 要请问郭理事长 就是有关于说 刚才这样子听您讲的 跟国外的一些交流上面 比较多的是 我没有听到您受挫的部分 或者遇到的一些 一些很比较深刻的挫折 尤其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我们您在跟 假设好了 跟国外的一些交流的时候 那他们的政府单位 应该会 他们 因为说很多国家政府 它是比较现实的 它会看说 你是什么官职 然后它才决定 要不要跟你对它 那它会觉得说 你这样是代表什么 比如说你是代表台湾的哪一个阶层 那它才会想要别人接见你 或是想听听看 你想要跟他们做什么 那相对我想 应该指说 说不定你 应该会遇到 一些这样的挫折 或者是这样的闭门根 那你怎么样去 就是 弃而不舍地去 去 去那个 克服它 然后第二个是 我想要请教 常诚文的事 这是我自己 很有感受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小孩 在自学的过程中 我们面遇到 网路上的一些声量 或者网路上的一些 舆论的问题 我们常常都会发现 一个 一个 那个是 chaos 还是什么 我不太了解 就是因为 通常一个议题 它 或许 majority 或者是正确的 或者是怎么样 它是大 它是多数 但是它是沉默的多数 那些一直在叫小的 它其实是很少数 但是呢 这会让一些 像比如说 我的小孩 他年纪小的时候 他会不懂 他会不会 哇 原来就是反对的人 或者是那些 词不同意见 或者是不对意见的人 他反而才是多数 因为他的叫小量才太大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议题 或这样的事件的时候 我想很想说 请唐弘真的够美 有什么 我们可以去克服这个盲点 不要因为这个 比如说现在 网路上就在讨论 或者是网路上 很多人都持这个感觉 好像很多人都在讨论 但是其实 这个议题 多数人是 是不赞成的 但是就是 我们会被迷惑 或被欺骗 谢谢大家 我想就顺着这个 迈波回答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加油的KPIG 不是重逢路程 不是去洗流言 那就是大家 一定要出错 这个 台湾过程最大的影响 就绝对不是这样子 那是别的 政治体做的事情 所以 意思是说 我们在做的事情 大概都是 把网路看成 往即时的 人际的 群体的 沟通的一个管道而已 所以如果你在上面 看到留言的话 那我们的下一个 动作 可能不是去说 那到底 这个留言 烂灿比较多 还是那个留言 比较多 而是去想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留言 一起能不能约个时间 一起出来 或者提个足球 尤其是对小孩子 如果你解释 他说 所谓的社群媒体 就是让你可以认识新朋友 然后 约着去有更进一步的 像我自己 在二十出头的时候 就是把我所有在线上 比较谈到来的网友 那时候 我们正在一起做一个 比较 Pro-6的一个城市语言 那我就列出来 不管它有什么城市 那我就去沙拉重浪 所以我大概 两年的时间 跑了二十几个城市 然后都住网友家 那每个都是好朋友 已经认识很久 他从来没有见过面 这样子 那所以对我来讲 声量就不是重点 而是说 就像一个人一辈子 可能又十几个好朋友 也就蛮多了啦 但是 让我找到 我这一辈子 十几个好朋友的一个方法 那这样的话 自然声量 就比较不是重点 那希望能够帮助到 你好 我想请一下 因为两位都是高学历的 那个 我终于耶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的 奇异方式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是用奇异供电吗 或者是说 有什么样的特殊方法 这样 谢谢 我就是关键词广告 没有上边 看完舒适机的关键词 就这样 我想问一下 那个唐宫的人 就是那个 108课纲是有 真的有比 过往的课纲 要好吗 还是怎样的 完全看你的课法会 因为它是 就是所谓 麻性课纲 往柔性课纲 转变嘛 所以 它如果 没有定义的部分 那几乎都可以有 那一所学校的课法会 包含 家长跟学生跟老师的参与 一起制定出来 所以从某角度来讲 它会让国教 变得比较像高教 其实教育部 不会告诉大学 说你要怎么run你的课表 他只是说 这所大学有些最基本的东西 同事啊 一些素养啊 等等要教到 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子教呢 它是可以引力之力来做的 所以我只能说 它比起教育課 有变得更好的可能性 但是那个可能性 是需要整个学校的 课法会 学生会 家长会等等 我们才能一起去做到 感谢两位讲者 感觉 各位台湾做很多事情 提高台湾能见度 那两位其实的话 就是在自学上面 我觉得就是在两位的成长 教育过程里面 自学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在网络 尤其现在是网络社 网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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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相信它 住人的正面 对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 正面的注意是非常大的 但是其实网络有它 一些限制 或者说其实 网络所带出来一些负面商品 尤其有时候 其实在网络上 我相信很多网络网络的事情 那就两位的经验而已 做了那么多事情 我相信有一些 尤其是网络是 见不到人的 所以曾经或许曾经 现在遇到一些 网络网络网络 或有一些 侮辱自己在网络上 因为见不到人 那你们如何去 处理这样子的一个 处理这样的 也许有一些 能处理这样的情绪一些 那你们如何来 对网络网络网络 或者是说 对网络上 对你们不太理解的 你们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谢谢 那我就把它当 语言的素材 抱持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原来中文可以这样用 哈哈哈哈 这个我觉得很有感觉 其实因为我之前 入了前的六年 我都在跟苹果的Siri Team工作 那Siri的特性就是 你怎么骂他 他都不会生气 那现在可以跟你聊得很嗨 对 所以我们当时的 在Siri Team 其实真的就是 有各种无灵精怪的 大家可以insult 就是可以修入Siri的方法 有各种不同的语言 因为我们负责就是 把Siri过激化 Siri我们苹果刚买来的时候 我只会讲英文而已 所以我们的工作 大概就是跟 剧本组的那些 诗人剧作家去合作 去想说 他怎样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又可以处理你的情绪 这样子 那所以任何而来的这些 我真的就好像以前 在跟Siri Team工作一样 我就把它当作语言材料 我觉得会学到 这个蛮欣赏的这种态度 那如果是 指名道姓的 骂我的等等 那我当然会觉得说 我如果有一部分的玻璃心 那种感觉 那我就不需要自己的回音 那我去 充备饮料 放一段音乐 等等 那我如果那天有睡够的话 我再醒来看到同样的字眼 我想到的就是 那个好听的音乐 或好喝的饮料的那个味道 那这叫精神按摩 就是你按摩的时候 音曲流会非常痛 但是如果旁边方便 箱子的蜡烛什么的 下次那个 童点就会让我开 所以说在心理上面是这样 但这都建筑在同一件事情 就是是我在用网路 不是网路在用我 是我在滑手机 不是手机在滑我 所以就是那个addiction 就是好像非滑不渴的那种感觉 是我刚刚的讲的这套 处理方式的一个就是 最主要的困难或挫折 就会是在好像你理性上知道 不要再去 engage 不要再去陷阱那种负面的感觉里面 但是手指头就停不下来 所以我自己的解决方案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我都一定隔着键盘 一定隔着一支笔 我的手会碰到这个荧幕 只有在放大缩小的时候 会去碰荧幕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我一直隔着某个东西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是我他是他 不会有种好像 就是废话不可的那种感觉 这样像我爸爸妈妈